歡迎回到吳董坦大選 歡迎回到吳董坦大選 各位觀眾歡迎來到吳董給你一問 吳董在一問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進行了下一個問題 來 董事長他問說 上次阿伯的民調 那個掉下來了之後 是靠四大運再衝上去的 他這次又掉下來了 那他要怎麼樣才有辦法再回到高點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四大運是關鍵 四大運整個活動 是這個柯文哲這一生做的最 等於說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當時的背後 是一個台灣民主主義 是台灣人的光榮感 讓他創造 讓他整個出現 所以 這個就同樣一個道理 如果今天阿伯 柯文哲可以再創台灣的光榮感的話 他們就要上來 那阿伯不要每天在那邊講 牙子母雞母牙 他要努力去帶領台灣 展現他的領導力 就像當天在桃園 他很實實在在 很誠懇講出他認真工作的細節 台灣沒有一個首長 或是說我們在近代民主化以後 沒有一個市長說公務員 公務員 像他那麼認真的上班下班 把每一個老百姓的細節搞得清清楚楚 那機關人認真又不貪污 對 這個最好的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辦法感受 對 宣傳不出來 對 而且今年的選舉我可以告訴你 電視台你不要看了 兩邊包完了 藍綠分光了 阿伯零壓彈 沒有電視台會來幫他搞 阿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本身是個好產品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推銷 他旁邊沒有人 他就是一個蔡壁如 你看每次都蔡壁如 不分區蔡壁如 派去郭董開會蔡壁如 在市政府蔡壁如 他就一個蔡壁如 對 那一個蔡壁如怎麼打天下 碰運氣 這個真的很麻煩 所以阿伯這一次 他的人生觀裡面就變成說 他相信一個什麼東西 我要到至高點 所以他抓到至高點是他的人生觀 他不相信別人 他相信他要站到至高點 發揮能量然後帶動風潮 對 阿伯是相信這個 所以他每天在尋找至高點 他的至高點 上電視是至高點 那個鯊魚 賭麥也是至高點 那個現在變得很low 對 摟到鴨子都出來了 沒有什麼好談了吧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的問題 阿伯現在講的話 跟三年前講的話 沒有兩樣啊 沒有進步啊 所以這一次知道如何重回高點 我跟各位講好不好 就是跟宋楚瑜借門票 他要當總統候選人 還有至高點 沒有這個 就沒有至高點 你現在 9月19號回頭看其實是錯的對不對 那天他的理由是說找不到副總統 對 對 應該不是這樣講的問題啦 應該反過來看 就是說你阿伯 柯文哲跟郭台銘兩個辦交涉 我們現在開玩笑說騙子啊凱子啊那一大堆 但是今天你跟郭台銘辦交涉 對 阿伯有一個缺點你知道嗎 他相信他個人的力量 因為醫生啊 我跟你講 因為我當過康林院執行長 我對醫生很了解 醫生基本上不相信別人 我很簡單 我現在在開刀 我在那邊開 那個刀開下去五秒鐘錯 這個個人病人就掛掉了 對 我能不能說 阿伯你來幫我開 揮護了 靠自己 所以醫生有個習慣 是求人不如求其 尤其外科醫師 尤其外科醫生 外科醫生沒有辦法找別人幫忙 全部都靠自己 所以靠自己是阿伯的習慣 對 所以他跟郭台銘打交道 他還跟我講過 我來跟他說 我告訴你跟他說 他不相信別人去跟 代理他去辦交涉 假設要跟習近平辦交涉也是他去 所以這是醫生的毛病 但是這中間有一個叫做鋪墊的過程 鋪墊的過程 如果沒有我們所謂醞釀 要有幕僚穿梭 他就是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本身 人意一般嘛 所以高竿的人就上不去嘛 所以阿伯跟郭台銘在交涉的過程 就應該要有一個B方案 主要B方案 你如果不算我要算喔 你記不記得 8月14號 我們第一次見面會的時候 8月14號見面會 我就問他這句話 我說郭台銘不選的話 我說沒有我改選 結果他有沒有方案 沒有方案 現在要不要選 要選了嘛 現在要求人 要求誰 要求老宋 因為現在他說不選的話 他的民眾黨掛了嘛 民眾黨就要靠 一場一場的見面會辦下去 才會成功啊 那個太辛苦了 他不幹辛苦的事 歪科醫生都是用智慧 用聰明來贏得勝利 他是戰略家 戰略家不會去做苦工 你知道吧 外科醫生不會說 我這個刀開了 用講一下講 講一百個 然後這個病人會活 不是 他是用細膩的精巧的手段 來把救活病人 他用智慧取勝 所以他的方法都是聰明的 他不會用笨方法 他不會用笨方法 他不會用笨方法的情況之下 像我們現在做的笨方法 每天坐攝影棚裡面 每天在外面 在呼喚群眾進來 大家努力 這個叫做笨方法 對 但你要經過這個習慣以後 才會出現香港這種東西出來 否則你就是出現像館長這種 對 一場紅媒 大家快來把他幹堵爛的 一張 一張熱情散就散了 台灣沒有那麼多紅媒可以幹 對 就幹一次而已 幹一次以後 他就開始跟你講什麼 發大財你就掛掉了 對不對 所以我講的問題就是說 阿伯的問題有一部分 他本身的問題 因為醫生的習慣 對領導大軍作戰的過去的慣性 他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這是阿伯 本人要需要改進去 但是他會不會改 他不會改 所以怎麼辦呢 就讓他取得門票 對 他取得宋楚瑜的門票以後 他自然就會發揮那個功能 好 這個真是非常的大的謀略 我們來看看11月20號之前 這件事情會不會發生 來我們看下一題 董事長覺得那個王浩宇這個人怎麼樣 今天看到他爆料黃國昌說他要去民眾黨的不分區 王浩宇啊 他就是一個全國不分區議員嘛 他這個算是很不錯啦 他已經投錯良胎了你知道嗎 他應該要參加這個 參加民進黨嘛 他應該要去幫鄭文燦幹啦 他現在這次就選立委了嘛 他所有一切都是要這樣 因為王浩宇 綠黨這個黨不成氣候啦 那這個既然是個小黨 就一定要走偏峰嘛 對 他爆料黃國昌去民黨做不分 民眾黨不分區 這不是爆料 這是我的期待啊 我每天在那邊喊 喊了好多天啊 是 但看起來機會不大了啦 對 因為他也 這個王浩宇 他根本不了解黃國昌 他也不懂政治啦 他是一個做襪子店的 襪子工廠老闆 他送給我六雙半打襪子 襪子我沒有穿在身上啦 因為偶爾穿一穿啦 是是是 品質還不錯 好來我們來下一題 蔡英文的學歷案會怎麼發展 因為這很多人問 董事長做一次回答 會不會是葛特曼事件的重演呢 那另外國民黨對這個議題沒有展開攻擊 是不是因為韓國瑜過往的經歷更不堪 不敢開打人科戰 這個話講不對不是韓國瑜 對 就是說韓國瑜沒有打 郭台銘沒有打 柯文哲沒有打 為什麼 沒有好 沒有 總統級的人都不打這個議題嘛 對 都評估過嘛 打得對選情沒有幫助啦 是 這麼簡單的答案就是這裡啦 真相如何已經不是很重要 選舉沒有在談真相 選舉要談勝敗 嗯 幹你可不可以幹倒你 幹倒你一定幹 絕不手軟 我跟你講 柯文哲為什麼不幹 柯文哲說啊你這個旁邊都貪污嘛 對 講這種空洞的 如果這個很具體 柯文哲會不幹 柯文哲 對 台大議員的這個教授耶 是 他對這個東西要更懂啊 是 他為什麼不幹 是 沒有料嘛 是 這個事情啊 幹不倒蔡英文啊 嗯 這個幹不倒蔡英文 而且都是邊緣人在打嘛 而 主要的主流派 跟主要候選人不打這個議題 就表示這個議題不重要 那 因為很多 我們的觀眾喔 一直在問這個問題啦 其實 我自己有一點感覺喔 這個 打下去喔 好曠日費時 你打這個只是讓小英爽而已 他無能有更多證據可以講 好嗎 好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第三趴的 吳董給你問 吳董給你問